出演引入尘延时 海青为了完美诠释角色 在甘肃农村生活 老做了整整十个多月 每天就在田里待着 跟牲口待着 跟驴待着 干完活就躺在田里 吃东西也不知道洗手了 掉在地上的东西 自己拿起来擦一擦就吃了 我就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 才能让自己变成那样 有很多人说 你为什么要记这样的心 太不值了 你疯了 你十个月去 而且这些有可能还上映不了 我说后面的事情我不去考虑 为什么 因为我真的比较在意前面的 真的是很喜欢鬼影 他驮着背 走了十个月走成了习惯 直到现在还是脊柱侧弯 我把这个步伐走到 已经习惯了 然后我的手也 一直在这样抖 然后那个腰也是 不停的这样 我到现在脊柱是侧弯 海青说 自己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 才能让自己变成这样 在所有人觉得不值的时候 海青觉得这是自己塑造过的最美的角色 我真的不觉得苦啊 我很开心啊 我觉得这是我塑造过的 可以说是非常美的角色之一 当初剧本地到海青手里时 谈得非常顺利 海青不仅一眼爱上剧本 同时答应零片酬出演 直接就与经纪人一起飞到了甘肃 本来经纪人是要陪海青在这里过年的 结果因为条件太过恶劣 经纪人三天就被吓走了 本来我的经纪人是跟我一起去的 第一天他就买回城的票了 他说他受不了那个厕所 他觉得崩溃 我一个人留在那边 最初导演是想让李立群出演男主麻油铁 但李立群认为这部新内容平淡 还要牺牲自己一年的时间 而且当时他被困上海 于是便拒绝了导演 导演转头想找其他男演员 但不少人都因为恶劣的条件 直接婉拒 最后导演想到了自己的姨父古人林 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 姨父在听说要和海青打戏时 便想拒绝 怕自己在专业演员面前闹了笑话 但事实证明 他的本色出演 更为本片添了真实感和震撼感 片中的群演 许多也都是实在的本地人 导演说自己在拉投资的时候 就直接跟投资人说 这部戏可能连本都收不回来 引入沉言反映的现实 让无数人破防了 在他取得今年的最高评分 人民网评点名表扬后 就有人开始质疑 有人质疑农村真的长这样吗 自己07年读初中就有了手机 很多家里都有小汽车 不懂为什么其他地方真的那么落后 这些话说的 跟那些所谓专家的建议有什么区别 专家说 谁家没50万呢 中国人现在平均家庭资产300万 北师大专家董潘建议 农民都去县城买房 每天开车回村种地 清华大学教授许献春建议 低收入群体用私家车拉活 把自己闲置的房子租出去 获得收入 这样就可以解决 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问题 社科院主任说 活脱脱的 何不识肉迷 有人建议 应该让专家学者下想干活 作为他们必要考核的一部分 要知道 2022年 我国上半年经济统计数据显示 全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18463元 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9787元 有网友说 引入尘严是将中国人的苦难放大给外国人笑话 我们从不歌颂苦难 我们歌颂的是身处苦难 努力生活的人 我国真的很大很大 在我们飞速发展的同时 也有无数的贫困地区 没能跟上步伐 于是有了国家的脱贫攻坚 有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改变 引入《陈烟》这部剧 让苦难被更多人看见 然后促使更多人去改变底层人民的生活 这才是这部电影真正的意义